舊居翻身裝修差不多員工,但遲遲未見老婆買家居用品,老婆說睡光就來大減價,如果到時去買,分分鐘省二、三十萬,到時就會扔心,我說明白,不過物業代理不明白,不斷說樓價下跌,又叫地產商大減價,令到打算買樓的人現在都不買,如果買了樓之後,地產商大減價真是不知怎算。 其實要人買樓,應該反其道而行,告訴人家樓市很快掉頭回升,地產商就來會加價,這樣反而會有人買樓,現在地產代理猛說樓市會大塌,業主明知樓價下跌都不買樓,令到地代沒有生意。 我都不明白其中道理,為什麼一定要逼地產商或者小業主賣樓?本來,業主減價都無所謂,但最幣越減越無人賣。 拜拜。